希望這個平台的授權 OK 那我趁在準備的時候順便解釋一下 所謂開放授權是說 假設今天剛好是實在意量的提案 開放授權就是說 你雖然現在可能覺得你想參加 可是你不是很確定實在意量 你會不會變成奇怪的 隨便來講 但是開放授權是一個保證 你的這個contribution到最後 雖然它實在意量也許會變成你不習慣的 但是這個東西這個成果都是可以其他人繼續去使用的 所以以這樣的態度去參加這樣的專案的話 會讓大家比較容易幫助 好 大家好 我是維銘 然後我們今天提的案是你今天下班了嗎 然後下面是那個HATEC 大家可以打開看看 OK 就是在台灣的話就是公司過場 就是或是沒有加班配的問題其實已經影響到普遍 然後甚至有一本書就叫過勞制導 就是在講台灣現在的現況這樣 然後就是更多的是就是其實勞記法裡面有很多 就是兩座雙周四周八座變形公司的條款 合法是一條責任制的條款 很多人老公在計算合法的公司 加班配上是更加的困難 對 然後就是所以我們其實是希望可以建立的工具 可以協助老公說去算 他應該拿多少加班費 然後還有就是他的公司到底違反到基法 對 然後去保障自己最基本的權益這樣 然後希望我們也是希望可以把這公司的資訊去用各種管道庫管 像是那個蠻恐的就是那個求職天然同學 或是求職小幫手這樣 我們希望可以讓求職的在求職的過程中去注意到公司的問題這樣 對 然後就是要怎麼做的 基本上有兩個方向 一種是平時就記錄公司 然後其實有一個專案叫全民工會 也是開在GTV裡面這樣 他們要做的東西跟我們非常的像 然後我們現在所以就覺得大家不用做重複的事情 因為我們現在想要做的是一次性的檢測 就是如果勞工有疑問的話 就上這個網站或是用手機去檢查這樣 對 然後就是這兩種不然哪一種都需要有背後檢查的計算機制 但是這是我們要做的東西這樣子 然後事實上勞機法比你想像中還要再複雜一點 就是我覺得還蠻適合放到國高中的數學科教採醫院 保證有效的訓練學生的邏輯這樣子 就是我們來看題目的考題來了 我小明是因為 今天明星月星的勞 中月星三位 以下期小明這次有頒表 請問根據這次有頒表 小明可以請到多少條件 就是一到五多工作八小時到一拜六四個小時這樣接 好 答案第一是 就是平均 欸 算不見 不好意思 喔 好 就是平日 每小時工資三萬除以三十乘八的一二五元 然後延長先兩個考試一點三三倍 延長後兩個考試一點六六倍 所以應該是三萬加上那個三三二加四一五嗎 不是 因為其實月星之奇是你平常每日都有豐富的精準 所以 就是你只是學二日不用創班 所以就是 就是那個零點 其實應該是一已經給你的 所以是 0.33跟0.99 所以 但其實還不是 因為有所謂的雙周變起工時 所以 新工會同意或是兩周內所 就是 好 我不會等 這是其實不一定 然後我們今天徵求的就是 UXEY的人 然後 我們雖然已經有工程師 但如果有工程師願意來的話也可以來 然後 然後 還有了解勞動法令的人 還有可以協助就是 我們聯絡全民工會專案的人 跟對於這個勞動環境 有熱情的人 對 然後最後就是 其實我們是一個 比較大的計畫 我們其實是希望可以為求職者 打造一個平台這樣子 提供 比較聰明的工作資訊 以及去連結工會 去讓 勞工可以 就是 參加工會 並保護自己的權益 這樣 對 就是 好 就這樣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再位是責委 然後再來是歷史